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盟友的言论 那么身为国盟一份子的民政党 又怎么看待盟友所发表的关闭滑蛋小论呢 民政党的主席刘华才表明 丽娜哈伦的话不恰当 民政党也绝对不会接受并且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同时她指出 这番言论不是国盟的立场 甚至也不能够代表土团党的立场 而民政党青年团的代总团长黄家珍 希望丽娜哈伦即使不能够成为好队友 也不要拖累民政党 尤其是六周选举已经迫在眉睫之际 她还举例丽娜在出任妇女部长期间 她的言论也迎来了不少非议 希望对方能够吸取教训 多做事 少作秀 特别是少说废话 同时黄家珍形容 丽娜的言论是在为国盟盗敏 不止没有经过大脑 也会引发社会的冲突和不安 另一方面 土团党的非无意必绑组织的主席张发虎 并不认同丽娜哈伦的意见 认为说这不止无法解决问题 反而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土团党的最高理事阿兹敏阿里指 鸡蛋进口商J&E Advanced Tech 通过直接谈判获得鸡蛋进口合约 不过 他的言论交到了进口商不斥 强调阿兹敏的言论是弥天大谎 目的是为了混淆公众视听 以及转移人民对于土团党总裁 慕有丁面对贪污控撞的注意力 那么根据声明 公司也指责阿兹敏采取了 他最喜欢的走后门方式 把正常的鸡蛋进口 讲成是政府直接谈判 J&E公司表示 他们从没有向政府出售过鸡蛋 只是在2022年12月到2023年6月期间 作为全移植剂进口鸡蛋 来供应本地的超市以及市场 这家公司也说 除非阿兹敏在72个小时里头 发出纠正声明 否则他们将着手采取法律行动 昨天首都独立广场和石河广场 迎来了一场妇女节游行活动 警方已经对集会展开了调查 不过 伊斯兰党的议员 今天就在国会挑起了LGBT课题 巴西马区的国会员阿姆法德里 敦促政府对那些支持同性恋 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LGBT的组织 采取严厉行动 我们已经认识了 我们来继续上了 女性的威力和制作 这些人的组织 在我们之一的组织 但是有些人 要求取出了 这些人的概念 要求提供了 免奏性人群体LGBT 在国内内 这些人是一件事 我们的信价 我把他们的组织 最织的织举织 阿摩法德利质疑政府会否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 阻止LGBT运动的崛起 因为这和保守的当地文化背道而驰 身为前内政部长的韩沙赊努丁 最近高调提醒政府 不要频频寻找反对党的错误 因为他持有许多政府领袖的文件 而且还在考虑是否予以公开 对此行动党的甲洞区国会员林丽颖 就请这位国会反对党领袖回答三道问题 第一 在吸引内政部长之后 是否还能够保留文件 第二 如果已经察觉所谓的罪证 为什么在担任部长的时候不追究罪魁祸首 是否图谋不轨 第三 韩沙是不是有责任报案来维护阵营呢 而如果这些文件受到官方机密法的保护 那他是否会因为持有这些文件 而抵触法律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